像佩儀姐 可能會對小朋友這樣講過有沒有 也不是 因為我跟我兒子 我38歲才生 所以很老 那我先生又都在國外 其實照到底這個話題或教導 應該是由爸爸來跟孩子講比較好 因為孩子畢竟還是跟我兒子 我是女生 他是男生 那有的時候我也會問 我兒子小五小六的時候 學校就教這個 他們是男女同班 他就覺得 媽媽 教這個 我們大家都一直在笑 根本都沒在聽課 女生都不好意思 就是這樣 我說其實不會 那時候我也覺得 為什麼那麼早教他們這個 因為本來不會親嘴的 可能小五小六有這個親嘴或什麼 他們小孩子會有好奇的心 包括上網去看一些什麼 模特兒穿丁字褲什麼什麼的 其實不教這些小孩子不會去看 那到了國中以後 其實會 不教也會啊 都會啊 我覺得這個觀念 很多父母會覺得說 什麼不要講他就不會做 但其實我很喜歡 把食慾跟性慾比喻在一起 就是如果你想說小孩 那不要給他吃東西 那他家就不會吃了嗎 不會啊 他自己會找就會吃 他反而不知道怎麼吃 說不定如果他家有寵物 會跟寵物一起吃飯 就是你還是要教他 怎麼樣正常正確的吃飯 因為食慾跟性慾其實是這樣 擋不了的 對 也許是我自己的觀念 比較保守 然後還有像前一陣子 我去拍戲 因為他現在高三了 其實他不教女朋友 我反而會 對 應該要教了吧 對 應該要教了 我就想說給他一個正確的觀念 因為我也不知道怎麼教他 我就準備了 我去那個西藥房 就買了整盒的保險套 結果那個賣那個保險套 你就這樣看 我說 不是我 又那個 都害羞你知道嗎 她說 佩儀姐 哇 妳食慾很大 讚 而且我不知道 現在保險套有分什麼顆粒的 什麼什麼很多種 我傻眼了 傻眼了 我心裡想以前就是保險 然後說你隨便 只要拿一個可以用的就好 好像會拿一盒你知道 像那個口罩盒那麼大一盒 哇 然後我就拿回去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兒子起口 對 我就跟兒子講說這個 擺在這裡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用到的時候 因為媽媽不希望你太早 就跟人家 因為我是生兒子 那我總怕說小孩子不懂的時候 萬一把人家弄大肚子 我們要負責任 所以我就擺著 結果有一次他們同學 幾個人來我們家玩都是男生 她說你怎麼有這個 我媽買的 哇 你媽好開放喔 會買這個我媽都不會買 後來幾個同學 每個人都ㄎㄧㄧㄧㄥ幾包這樣子 我就回來看 我說怎麼都 真的喔 他就跟同學分享 因為同學不敢去買 可是我就問兒子 妳到底有沒有女朋友 他說媽沒有 有沒有牽手 有沒有親嘴什麼 他都沒有 他都不跟我講 佩儀姐 她不一定要有女朋友 才能做那件事情 真的 我跟他沒有理沒有 但他還是有在使用 可是我已經夠尊重了 而且那一刻可能都不是分朋友 是他自己有使用的 也有可能 兒子 你好強 對啊 這真的很難 就是爸爸面對這個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是 你都還沒有教 但是身體自然而然就會有現象 有性徵出來或是其他狀況 對不對 大家在發育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樣難忘的經驗有嗎 有 我小學大概五年級的時候 我們班上有一個原住民 他的生長比較快一點 所以他很快他就長陰毛了 一根 兩根開始 我們以前尿尿都一起尿 男孩子都會互看 你怎麼長毛 他說 我長大了 他說 我變大人了 這樣子 回去我就每天在那邊等 會很好奇自己什麼時候要長 所以你就開始會拿那個沐浴爐 一直在洗 一直刷 刺激一下他 對啊 對啊 你這樣皮膚反而傷到 對啊 不是 很白癡 因為你想要趕快長大 他有毛 他兩根 三根 四根 越來越多 你絕不能輸 我們是相反 因為我是像小學 我這個年紀開始有毛 我第一次看到我嚇死 我說怎麼會變這樣 我想說完了 我是不是要變成大人 我要老了 我就把他全部剪光光 他剪光光 我還跟我媽說媽媽 你看我不想長大 他就邊講邊哭 然後邊剪這樣子 真的相反 我好想跟他有 我是不一樣 我是長出來 不是 我是長羽毛出來 後來就變成一隻雕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不會講話的大人 小蕾有什麼樣子難忘的經驗 對 我來說 我覺得最難忘又最難過的 這個成長期就是 變身 對 因為我從小時候就長得蠻像女生 然後 很多觀眾朋友現在還在好奇 其實你是男生嘛 對 就小時候很像女生 聲音也很像女生 小時候是可以唱歌劇那種女花腔 那種 現在也可以 現在可是以前比較厲害 後來就變身了 對 後來變身就變這樣子 就是如果沒有故意讓他比較 看聽起來有中性的話就是 男生的聲音那時候就很難過 又跑去練那個 獅猴 就很練這個 就很唱高音 就只能練這個 因為他有這個 性別認定上的一個想法 所以妳希望自己的聲音 是細細的這樣子對不對 好 子榮 我國中有一群很好的女生朋友 那時候就約一起過夜 大家你想晚上女生都聚在一起 就什麼都聊 然後我們就聊到就是 他的什麼胸部的發展狀況 發育的到哪裡 然後你胸幾Cup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聊一聊 然後之後我們就 一群女生就一起脫掉上衣 然後互看 就看一看 好棒喔 就這樣啊 然後討論一下 然後我那時候就 那一次真的讓我印象很深刻 我真的是 衝擊到 我就覺得 我明明大家不是都同年紀 為什麼他們發育這麼好 我發育那麼緩慢的感覺 然後我就有一點 就那一陣子就有點自卑 我就覺得 天啊 也差太多了吧 這種感覺 然後我那一陣子就會 一直問我媽媽就是說 媽 要怎樣發育會比較好啊 結果妳媽媽就把上衣脫掉 她說 我現在也還在想這個問題 什麼畫面 什麼畫面 我們這個家族就是這樣 沒有關係的 家族的印記 也OK啊 有什麼關係 大有大的美 小有小的好啊 是不是 像佩德羅是不是 佩德羅應該也是從小就 發育得很好 沒有問你這個 是... 小時候應該也是常常會 是不是也有這種狀況 就是難忘的經驗 有啦...比較的是很難免的 但我一直很優秀 就是例如說我那個時候13歲 印象很深刻 為什麼我要Cue你講 為什麼我要Cue你 請你吹牛幹嘛呢 5公分 但是妳說的比較是很難免的 我是手球隊的 所以我們洗澡的時候 就是大家互看 然後就會開始 那時候開始勃起 就會開始大家一起量 等一下 你看其他一起男生洗澡 會勃起 對... 對啊 精力萬聖嘛 就是一直勃起 一直勃起 意思是說 他24小時 我褲子勃到都勃起這樣子 他打手球人家是用手打 他不是 他是用勃起 他是打棒球 他打的時候就打球 我是有一個陰影是 那個時候是一直勃起 就是那個老師會 要問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站起來 站起來就是同學都會看到 這裡你一根 你會開始喬 那這裡喬也是一根 晚上喬也是會怕那個鬼頭就冒出來 那就真的很難會一直把那個 太扯了 這樣回答問題 老師 我不舒服 想要做回去那種這個 真的很麻煩 對 他一直勃起 對 他有一種 他有一種誠懇的眼神講這些話 好像我們就 到底要不要相關 他一直是猶褻大家就會生氣 他講的是真的 他講的真的 在青少年時期的時候 因為荷爾蒙比較旺盛 他不見得真的要有慾望才會勃起 有一種是摩擦的勃起 對啊 有些人騎腳踏車就會勃起 有些人只要碰到就會勃起 有些人只要撞尿就會勃起 那些勃起跟慾望都沒有什麼關係 牽手一會 就是睡覺睡一睡他會 會有勃起的狀態 以前都會這樣 午休 午休起來就一定是勃起 午休的勃起是因為腹膠感神經 男生要勃起 一定要腹膠感神經興奮 那我想請問一下 常常勃起的人是不是身體比較 強壯比較好 常常勃起 要看他是什麼情況之下 對啊 如果他都是幸運勃起的話 就真的是 對 但也有可能就是各種原因 我以前午休 睡睡... 我都是 碰 哇 自己拍 這種話只有佩德羅 你跟佩德羅有什麼兩個樣 你不要誇張啦 我以為佩德羅講一個我也可以 你不行 以前這個都會受傷 老師進來要起立敬禮 那個男生都很不好意思 對 午休的第一堂 第一堂課 之後的第一堂課 起來的時候會有一點 每個人都會搶 然後很後面 對 真的 一般全班都是費玉琴 對 那很正 就這樣 好 我們來問問看女生好了 達夏 我啊 達夏會聽得很痛苦的到現在 對啊 那時候我記得我第一次 就是MC來的時候 我非常的害怕 因為我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觀念 所以我就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可是我媽媽就是不管我幾歲 她都會就是一直跟我強調說 其實這種東西不要就是太隨便 就是對自己的衛生用品 就是要就是很小心 譬如說因為我們家是浴室跟廁所 是分開的 所以說我媽媽說 好 那妳如果換東西 妳一定要記得丟 然後也不要就是丟在上面 就是可能要丟裡面一點 就是不要就是隨便丟這樣子 對 因為我現在旅測都會看到 那種上面就是一攤就是完整的 就一看就怎麼會有豬血膏的那種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會把它埋起來 會捲起來 衛生紙包一樣 衛生紙包起來 因為國中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被派去掃女生廁所 我就從此對女生就換名 沒有 老師就不知道 反正我就自己的女生掃女生廁所 我就嚇到 我就這樣掃著掃 每次就女生那個衛生紙花 她就 妳兩個貼在牆壁上這樣 我本來就是 我本來就撕下來 我都不知道什麼 對 這超級夢幻 當壞命 她說有一次掃一掃... 從天而降 因為有人貼在牆壁上 甩在牆壁上 有些女生怎麼會這樣 一個黏在臉上 變獨眼龍 對 好 但是各位 今天太好了 我們大集團 同學來了 百看不厭 不想漏掉最精采的內容 請用力訂閱加按讚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喔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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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